台中也有超可爱的蝴蝶街可颂 这间隐身在台中西区巷弄中的湾茶 是间主打台湾茶的咖啡厅 除了贩售台湾茶 现场也能体验自己泡茶乐趣 座位数不多 来之前可以先电话询问是否有座位 位在台中西区华美西界一段195巷弄中 装潢非常有质感 不过内容空间不大 只有八台的座位及两桌两座跟四人座 茶品都是现点现泡 过程还挺聊的 碳杯乌龙蝶街可颂90元 内馅使用弯茶的碳杯乌龙茶粉 加上酸甜葡萄柚与浓郁巧克力 外皮香酥脆口 交织着冰凉内馅 浓郁茶香伴随着巧克力及葡萄柚的香气 可可红郁110元 无糖也好好喝 茶香回甘不苦涩 配上蝴蝶街可颂超赞 可可红郁厚奶130元 加了鲜奶的可可红郁厚奶 除了浓郁茶香 还多了迷人奶香味 台中喜欢喝咖啡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这间冰谷咖啡原本在大坑9号不到摆摊 前两年才有了自己的店面 冰谷咖啡位于模范市场旁边 对面就有一个停车场 不过假日有点难停车就是了 冰谷咖啡是由50年老字号的五金行所改建 店家还保留了五金行的招牌 里面的用餐区是开放式的 有里面的座位区和外面的座位区 柠檬美食180元 香橙美食180元 一瓶咖啡480元 咖啡真的很好喝 非常的清爽顺口 台湾土肉桂卷150元 这肉桂卷造型还蛮可爱的 是这种瑞典球形肉桂卷 吃起来口感比较软Q 经典肉桂卷130元 这个吃起来就真的是经典的美式肉桂卷 外皮会带点酥酥脆脆的口感 里面比较软Q 我觉得肉桂香气再明显一点会更好 手工布丁 还蛮好吃的 很滑顺 而且充满蛋香 冰谷咖啡 在网路上评价一直都不错 咖啡很有水准 低消就是一人一杯饮料 限时100分钟 甜点以肉桂卷和司康为主 肉桂卷的口味还蛮多的 另外也有耳挂包 冰淇淋和咖啡器具 上岸美食传统肉粥 是台中西屯传统早餐之一 没有太多华丽的装潢 或是浮夸摆盘 肉粥算是台中低调美食之一 在上岸路和逢甲路交叉口附近 餐点主要区分为炸物 粥 饭 和自助小菜 不用担心选择障碍 很多传统小吃店会提供猪油拌饭 额油拌饭等选择 香喷喷的白饭淋上猪油 整个香气就是不一样 店家还额外加上油葱酥 整个香气提升一个层次 记得要搅拌均匀再吃 肉粥口感没有到广东粥那么绵密 但米粒又比汤泡饭柔软些 豚骨汤底加上芹菜 胡椒和油葱酥提味 烧肉外层裹上一层薄外衣超脆 并选用带有油脂的部位 猪肉本身不会太前柴难咬 不管是炸豆腐 肉卷和烧肉都会淋上店家特制粉色甜酱 甜甜咸咸的滋味很特别 原以为肉卷是用饼皮包裹猪肉 下锅油炸的制作方式 口感有点像甜不辣 入口口感更丰富 店家有提供四种自制小菜 用蒜头 辣椒腌制的小黄瓜 脆甜微辣的滋味很开胃 酱油炸的小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